HELLO HALLO 大家好 大家一直在看 我是DK 事情是这样的 知名YouTube嘉宁最近开了一个新的频道 然后他上传的第一支影片 让很多人看起来觉得十分的诡异讲话很奇怪 大家可以去看 然后他的回复呢 都只有笑脸笑脸笑脸 加上先前的DK有流传 嘉宁有去上心理成长的课程的谣言 两者的印象结合以后 社群平台流传 是因为受到邪教压迫 才造成嘉宁的样子怪怪的 然后大家就会一直cue我 要讲这个事件 我觉得这是做不成影片 没有关键的证据啊 因此我在3D上面就发表简单的看法 但是呢 不管是社群平台还是视讯的 都继续把我当成桂林仔 继续cue我 一直cue我 这也就算 这也就算 真的没关系 东森新闻还给我去头去尾 下了会让人家误会表题 然后民事新闻也造作 这不是我要表达的意思 所以我就直接在YouTube上面讲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讲重量级这个频道 与整个时间走的顺序 重量级是一个8年的老频道 相信很多人包括我在内 都是他们的老观众 重量级是由Andy与佳宁这对情侣组成 内容多元化 着重在情侣互动与互者 随着两人的努力经营 订阅数突破了226万 现在目前持续在往下调装 到后来他们上片的时间越来越不固定 在2024年8月3日 重量级上了最后一支影片 随后Andy开始经营自己的频道 佳宁则是在10月25日 开设了新的频道蜜月起popo 同时也发了新的影片 两个人颇有分掉扬镳仪尾 事件的开端就是家里的新影片看起来不自然 引发了邪教与心灵团体操纵的联想 除了肢体语言 整个频道的内容也相当的怪异 除了只知道他是在宣传新频道以外 其他根本就是不知所缘 刚好最近有一个心灵团体正在接受调查 这个团体叫做POP Workshop心灵成长团体 主要负责人是吕秀金黄振辉 涉嫌在2003年到2004年之间 没有心理师执照 却开设心灵成长还有企业管理的课程 课程费用从12万到500万不等 不法获利2584万 案件进入司法调查程序 详细的情况可以看镜周刊的报导 那么涉及违法的POP心灵成长团体 跟家里的新频道蜜月期popo 到底有没有关联呢 POP心灵成长团体的POP 意思是psychology of potential 那么家里的频道popo 根据他自己解释是拉丁文的字眼 意思是潜能 乍看之下两者感觉是有关联性 不过一开始传出家里有去上心灵成长课程 其实根本不是POP这个团体 在2022年的3月11日 D卡有人发文 中央集是不是去上了心灵成长课程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 家里的POP用字潜词 容易让人理想到心灵成长 大家可以去搜寻自觉力工作法 虽然这一则发文只是怀疑他应该是去上课 但是从这个时间点以后 家里与心灵成长团体就完全牵涉在一起了 2022年5月25日 同样是在D卡 也有人感觉家里去上了心灵成长课程 这些用词都是感觉、好像 但没有人拥有证据 不过后来的留言就不是感觉而已 而是指振力力 说朋友参加一个心灵成长 ASK心灵力有遇到他们 就在昨天我还有收到私讯 说她的表姐有在ASK心灵力看到家里 而且还有合照 但是照片因为各种因素无法提供 虽然他们都是亲友看到 不是亲眼看到 而且没办法提供影像照片 这样的讯息呢 是不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就不知道 可是 我就是没办法去验证 那除非这些网红愿意承认 要不然真的是不晓得 总之在社群平台的传播之下 在留言已经完全变成 确定是邪教影响 她加入了邪教 可是我的问题是 具体上 嘉宁是加入了什么样的邪教 或是心灵成长团体 究竟是自觉力工作坊 ASK心动力 还是POP 我都没有看到直接的证据 我认为 是不是多半都是网友的议测而已 那之后这个议测 形成一个巨大的阴谋论 大家过度的去解读 可是嘉宁到底有没有受到邪教影响控制呢 我自己是有一些很大的疑问 那大家已经认定他有参加邪教 再从嘉宁身上去找一些线索 这就是先设计的话吧 带有成见下 当然做出的结论会是这样 那我问一个问题 像汤姆克福斯 我们都知道他参加了三达计教 三达计教也很乐于拿汤姆克福斯来当做广告 他自己也有承认 但是嘉宁 参加什么邪教 有没有可以具体的回答出来的 我是没有看到 换句话说 如果任何人有影像可以佐证 请提供给我 如果我有拿到关键的证据 我会立刻公开让大家知道 可是现阶段 我没办法确认 米尔其PoPo有受到组织的操控 虽然名字有心理成长的味道 他跟涉嫌违法的POP 能不能画上等号 我还在等待进一步的证据出现 唯一可以确认是 嘉宁的影片 看起来真的是确实怪 为什么会这样 与其用邪教影响来解释 不可以这样说 嘉宁在重量级的时候 讲话看起来是比较自然 可能是因为剪辑 因为都是Andy在负责 他顾虑掉嘉宁讲话奇怪的部分 在嘉宁影片引起热烈讨论之后 紧接着 重量级也在IG发表声明 说两个人分手了 重量级会暂时停止更新 两个人会分开经营各自的频道 网友就说了 Andy的频道还是有重量级的感觉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剪辑就是Andy在剪的 剪辑是影片的灵魂 那种熟悉的味道当然还在 不管是节奏流畅度 全部到位 但是嘉宁这边 少了Andy的剪辑功力 整体看起来就是怪怪的 内容也显得空洞 他就用很空泛的语气说 我感觉很好很好 好到天翻地覆 觉得这个世界好奇妙很惊奇 还有他这种奇怪的手势 怎么看都不对劲 但也就是因为这样 邪教的印象与奇怪的影片 完美结合在一起 最后形成巨大风暴 我在看过往重量级的影片 我发现 嘉宁本身对于玄学与心灵的话题 是一直都很感兴趣 例如有一集是在讲天使数字 整部影片是由嘉宁来主导 大概是说如果反复看到一组数字 比如说一一一一 那就是天使在跟你沟通 天使会极力维护你想做的事情 他本来就是会相信这些东西的人 虽然那一集的内容看起来是蛮诡异的 但是在Andy的剪辑之下 嘉宁在镜头前面就看起来没那么怪 重点还是在于Andy的剪辑功力 至于网红孙生出来发声说 他在这个颁奖电影上面看到 嘉宁觉得还怪怪的 像恐怖片里面被鬼附身的感觉 但是当时有几百个创作者 却只有孙生一个人出来讲 没有第二个人跳出来讲 这也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 我也不是说孙生讲的错 就是他的感觉是这样子 但没有第二个人感觉是这样子吗 我会想这个问题 所以我做出以下的结论 第一 虽然看起来是有一些迹象 但是没有确切的证据显示 被起诉的心灵团体POP 跟嘉宁心灵频道有直接的关联性 不过我也不排除 嘉宁频道可能就是要走心灵成长路线 他可能是要转型成心灵导师的角色 没有证据啦 那关于这一点 接下来就要进一步的观察 看他之后会po什么样的内容 或是有没有多做什么样的说明 然后呢 不要再用这个表情回复网友了 网友都一直觉得很奇怪 觉得很诡异 你就直接回答 可不可以 第二 社区平台有人指称 有看到嘉宁有参观相关的课程 但是这些留言我无法证实真假 除非今天有人愿意 进一步跳出来说明 不然我会觉得 这些都是停留在一车的范围之内 第三 有关知名频道重量级Andy与嘉宁 他们的感情关系是属于私领域 我是不会去评论 更不会去猜测任何的原因的 重量级是很多人的回忆 不过随着人生的进展 观众是会长大 创作者也是会改变创作的方向 这些都是很正常 看到大家这么关注嘉宁病患 措施想要吃瓜 其实有更多人是抱着担忧的心情 最后我是想说 我是时不时会收到讯息 所有亲友是被心灵团体受到影响 他们是分成不同的阶段 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课程跟手段 主要就是让学员感觉自己是很糟的 不断的贬低他们的感觉 最后达到洗脑效果 费用是动成数十万十几万 费用贵就算 真个人是被牢牢的困住 身边想把他拉出来 也拉不出来 陈桂林终究是电影里面的角色 现实我们只能 就是无奈的看着要感到无力 那么之后这个事件呢 有任何的进展 我们再做更新 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 感谢观看